恭喜你进入第四部分 我们即将要完成 为厨房计时器增加语音识别功能 也就是程式执行后开始进行语音辨识 在这里当辨识到倒数计时开始 就会执行倒数程式的指令 首先我们要先添加语音识别指令库 把画面中间的部分往下移 就会看到这个紫色的框框 按这边语音识别 按下去之后就会多这个语音识别的图示 那语音识别图示按下去 在这边我们需要前三个识别的语音模型训练 开始语音识别 跟前面一样 然后把我们的语音辨识模块把它摆上去 所以我们这边先把辨识的字 改成倒数计时开始 再来我们要加入辨识结果判别指令 如果语音辨识辨识到倒数计时开始 那就要执行倒数计时这个程式 那这边就是要加入能够判别的东西 接着我们要复制倒数计时这个程式码 直接放进判别式中 还记得我们刚刚已经写过这个程式码了吗 就在按按钮之后倒数计时这边哦 最后我们来尝试执行这个加入语音识别的 厨房计时器倒数计时开始 这个程式我们就写成功哦 好 好